好 所谓的Terminal Emulator 带给我们的就是一个方便的 软体构成的终端机 而这种终端机 跟刚刚在这里 我们切出来的时候 到F2的这个终端机 它是两回事 它的启动过程不同 那我们现在好像 不再这么强调这件事 但是我必须要提醒你 当我们回到文字图形界面 当我们开的这个终端机 你可以发现 它是在登入完了之后 才启动的 这种所谓的登入完之后 才启动的终端机 它不需要走过一个 登入跟辨识使用者的过程 这个过程叫做 Non-login shell 相对这个shell 你看我们在2号这个地方 我们有一个使用者登入 然后验证使用者身份之后 启动的过程 这种shell称之为 Login shell Login shell 就是已经登入的shell 那我们先不管这么多 我们主要的重点是 希望你能够快一点的学会 我们的基本的shell的概念 所以 进入跟退出shell 刚刚讲 从终端机视窗打开的shell 叫做 Non-login shell 非登入的shell 事实上 进入跟退出shell 也跟这个有关 首先先看退出shell 退出你的shell 离开你的shell 可以用指令 有exit 或者是logout 或者是用Ctrl-D 这三个动作都是同一回事 同一回事 然后呢 我们在使用者切换身份时 不管是su 切换成某个指定的用户 或是su 空格-切换身份为root 还是切换你使用的shell 都可以用下面这个方式 去离开刚刚进入的shell 但是说穿了 su-alice 这个动作 把身份切换成爱丽丝 它本身就是一个 开启另外一个shell的过程 所以你当然可以在这里 你要离开你的shell 我们在这个地方 把刚刚的字去掉 我直接用exit 我就退出离开的shell 就重新登入 这是第一个 第一件事 可是如果我在这边用Ctrl-D 一样 它也可以把终端机关掉 那不是终端机关掉 是因为终端机后面的shell 被你关掉了 你离开了shell 但是相对的su-alice 这个动作 除了你必须要写入爱丽丝 或是使用者的密码 来验证身份之外 我现在不需要写密码的原因是 我现在是root 学生的身份进到学生的shell 这个事情本身就是在开一个shell 换句话说 它的结构就是 由root开启一个以学生账号为主 登的的一个shell 尤其这种shell 它是有一个使用者登入的过程 所以当你用su-student时 就等于用student的身份 启动了一个login shell 要特别小心 所以我们平常要求你使用su的时候 一定要加个dash的原因 它的差别就是在 它启动shell的时候 会采取一种login shell的启动模态 它就好像用学生的账号 重新打开了一个shell 一样的意思 是一样的意思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退出EXIT 等出 事实上我也可以写logout 你看 我离开了学生的shell 就回到了我原本的shell 这件事同时也包含了 如果我要改变我的群组身份 比如说new group new grp 我改变我的群组 叫做student群组 事实上也是进入一个新的shell 在这个地方 我的uid是0 gid是student 像这样的状况 这都是有可能发生 它也就是等于 等于你开另外一个shell 当我退出control-d 退完以后ESIT 你看我再ID一次 它出来的gid的结果是这样 那差别在什么地方呢 比如说我用su student 这件事情在目前讲课的范围内 是讲不出差别的 你看我现在的身份 还是一样变成学生 为什么没有加dash 跟有加dash有差呢 刚刚讲的 没有加dash的话 只是专门只针对你的uid跟gid去修改 你整个环境的设定 都还没有从root改成学生 在你的环境设定中 也就是所谓的变数设定中 都还是属于root原来身份的部分 虽然我一样可以退出来 control-d 我又退回原来的身份 我的身份这样就变成了uid跟gid 都是0的状况 但是我们会希望你以后 切换身份时都要加个dash 这是有原因的 我们后面的内容 就会提到这件事 另外一种进入人家别的shell 就是直接打shell的名字 在linus上面支援cshell 你可以直接写csh 你看我这个时候shell的结果就改变了 我打ls 它的操作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 你本来就是用shell 帮你支援指令 只是有些人习惯用cshell 有些人习惯用c tcshell 或者是所谓我们预设的bashshell 你想要知道 你现在使用的是哪一种shell 你可以快速的用这个前shell 你可以看到 现在它预设是用bash 这是它的环境设定上面的问题 我想要了解我使用的shell是哪一种 你可以快速的打一个echo前shell 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快速的了解的过程 进入shell跟退出shell 进去之后不要忘记要退出来 不只是身份的问题 还同时包含了很多环境设定的问题 那我们了解了取得shell的基本过程之后 我需要在这里加一段这样的东西给你 它的好处是你可以透过这边的认识 去连接远端主机 第一种工具叫做Virtual Network Computing 所谓的VNC 第二种东西 Remote Desktop Protocol 不在我这里里展示 这边用的是微软上面的 远端桌面协定 你必须要有一个等级以上的Windows 7 或是Windows XB 平常XB的话 在家用版没有这个协定的资源 在专业版上面才有这个协定的资源 等一下我们会谈到Secure Show 我希望从VNC的例子来让你看一下 RDP怎么玩 所以你会回家自己去玩一下 所谓的远端桌面的做法 那我就不在这里介绍远端桌面 远端桌面是属于微软视窗系统的 那VNC就需要好好跟你介绍一下 VNC是由建桥大学 Cambridge跟AT&T所做出来的一个 所谓的分散式连线 或分散式远端控制的一种应用 他们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做了这个东西 然后呢 他们现在商业化的网站 也就是这个案子不但做成功了 而且还开放原始码之外 还受到了很多市场上面的喜爱 所以他们的网站是 3w.realvnc.com 这是网站的网址 你可以自己去下载 但是在我们Linux的套件上 它里面已经内建了VNC控制连线的架构 在我们进入VNC之前 你必须了解VNC的连线过程 事实上有两个角色 第一个角色在左边叫做VNC Server VNC伺服器 这一台执行VNC伺服器的电脑 它可以装在Windows上 装在Linux上 装在Solaris上 可以装在Mac上 MacOS 而这上面这个VNC伺服器的目的 就是接受外面的连接 并且控制这台电脑的整个桌面 它所连线使用的Port 叫做5900TCP TCP协定的5900Port 这是预设的Port 在不同的执行状况下 这个Port可能会被修改 但改的状况就是改1改2改3 比如说5900变5901 5901变5902的这样的状况 第二个程式叫做VNC Client 同样的VNC Client 也可以执行在Windows上 Linux上 Solaris上 或MicroOS上 这两个程式 基本上是分开的 它有可能会在你装Windows版本时 一同的被你装上去 但是它的好处就是什么 一直性的主机 可以彼此之间互相控制 中间透过的就是网机网路 换句话说 你有一台电脑 不管它是用什么作为系统 装了VNC Server之后 外面的别的主机 就可以透过TCP5900跟你的IP位置 连到它并且远端控制这台电脑 而这个远端控制在今天来说是相当重要 因为你比如说你家里面或公司里面有问题 你到上课的时候 来问我们你怎么处理 你就必须在你的被控制的电脑上面 确认它有安装VNC伺服器 你中间的防火墙或路由器 中间路由的问题 你要自己去解决 我们从教室里面 可以去连到你公司或家里面的电脑 看到你它的画面 中间所需要耗手的频宽 并不会太多 所以VNC连线的过程 它的支援的作业系统 因为是开放约实码是非常多的 Linux的套件里面大部分在桌面系统上 已经内建这个功能 所以你不用再安装 可是如果你是用了四四窗系统的话 你就可能会需要装Windows版的VNC伺服器 然后透过Linux就可以连到Windows的画面上 去控制Windows的操作界面 而这个直接控制对方操作界面的应用的状况 有两类 第一类VNC伺服器 VNC伺服器的玩法的好处在哪里 这种内建在Linux里面的VNC Server 它相当的有趣 当远端主机去连它的时候 它可以直接连到那台主机的某个账户的桌面 那我现在这个地方 第一件事 我就把它的基本的做法可以跟你讲一下 我们等一下要设定的对象 就是我们的虚拟机 我要连接到虚拟机上的时候 我必须先在虚拟机上预设有安装YE-WAN Install Tiger VNC Server 我要把它的VNC伺服器的这个软件装起来 然后改它的设定档 设定档的设定方式就跟它的账号有关 然后设定用户连线密码 这个设定的过程必须要先把你的share的身份 改成你要去设连线密码的用户的身份 在该身份的使用者身份的指令下面 去设定该使用者的密码 然后我们再重新把VNC Server打开 接着外面的人就可以连了 我先来做第一次 前面的半部的测试过程 首先我的IP是12号 这是一台19.68.0.12的电脑 那我要先确认一下 还有没有装VNC Server 然后RPM-QA-VNC 好你看它有装TigerVNC Server 表示VNC伺服器已经装好了 那VNC伺服器装好第一步就OK 我们去到设定档修改的地方 etc-sysconfig目录里 在这个目录上面会有一个档案 它确实就叫VNC Server 然后在这个地方 你需要对它做一些修改 我要看一下使用者分配的状况 我想要了解一下 这台电脑上的使用者有谁 你看目前我只有Student跟Visitor 那如果我觉得不够的话 可以加个使用者 比如说我加一个爱丽丝 名字叫做爱丽丝 密码是PASSWORD PASSWORD 其他使用者 它的shell 它的加目录 号码我都无所谓 他要说我的密码写得太简单 不管 我加一个爱丽丝 等一下我要设定的对象 就是Student跟爱丽丝 时间差不多 我可以先切掉 请你看下一段 对啊 那我们的视频 我们正在二段 就把这种 透明